大家好,我是约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呢? 当你一个月赚4000块钱的时候,月光 当你一个月赚8000块钱的时候,还月光 调侃着说就是人有多大胆,钱就花多光 但是今天约翰就和大家想分享三个经济学商的效应 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说呢,越来越有钱吧 首先要说的第一个是吉伦效应 我们知道商纣王他在刚登基的时候 天下的人都以为会在他的带领下过上好日子 可是有一天,商纣王让人用象牙做一双筷子用来吃饭 他的叔父姬子看见了就劝他收起来 纣王和文武大臣都不以为然 后来呢,就有人问姬子原因 姬子说,周王现在他用象牙筷子吃饭 肯定就不会用在土制的那种瓦罐成汤成饭了 那渐渐的也就不会再去吃粗茶淡饭了 取而代之的很有可能会是犀牛角做的杯子和美玉做的饭碗 果不其然被姬子一语成真 仅用五年的时间就断送了商汤绵延五百年的江山 那这个就是吉伦效应 用一个古语概括的话就是 由减入奢义,由奢入简难 那再来说一下第二个效应 第二个效应是拿铁因子 这个就和现在很多朋友每天订奶茶是差不多的意思 有一对夫妻每天下午都需要喝两杯咖啡 他们的理财顾问就和他们说 如果每天少喝两杯咖啡 三十年就可以省下四十万 同样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的奶茶 一杯奶茶假如需要十五块的话 一人一天一杯的话 不用三十年 五年就可以省下来将近三万块钱 那这个价钱我们就可以带爸妈或者说出国玩一趟了 孔子说 少诚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这属于习惯性消费 而这点也最容易被我们忽视了 但是如果能够克服习惯 带给我们的惯性思维 我觉得生活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改变了 再来说一下第三个效应 配套效应 这个就是说 在你买了一件好看的裙子的时候 你就会想着买一双配得上它的鞋和包包 那这一来二回的就会买很多东西 正所谓老话说的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如果真到字面意思的话 我觉得那真的可能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如果说大家也有刚才余涵和大家分享的这三点的话 我觉得大家一定在生活当中要多加注意了 做好了的话 我觉得说不定我们真的可以给自己攒下一笔大钱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内容呢 就是这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